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先關注一下中國船破集團旗下的 渤海造船廠董事長胡德芳 接受內地傳媒訪問時說 渤海造船廠確立了智能製造目標 要逐步實現裝備批量建造週期縮短40% 智能技術覆蓋製造環節達到80% 加快推進渤海造船 構建全流程建造 全受其保障、全行業協同管理的 數字核心能力體系 渤海造船廠位於中國遼寧的 湖濾島市龍港區 是中國最大的造船廠之一 渤海造船廠早期以生產一般的潛艇為主 後來就改為主要生產核潛艇 是中國第一艘核潛艇的誕生地 也是中國唯一的核潛艇總裝廠 渤海造船廠不造其他船隻 只是造核潛艇 胡德芳在訪問中提及到 要批量建造 引發了內地傳媒的關注 因為渤海造船廠 批量生產的產品 不會是其他船船 所以訪問中提到 逐步實現 裝備批量建造周期縮短40% 內地軍事專家就認為 這句話等於要逐步實現核潛艇 批量建造周期縮短40% 分析人士就認為從胡德芳的表態 可以了解到中國已經決定加快海軍 下一代的核潛艇的建造速度 所以外界有機會看到 從今年開始就像下餃子一樣批量建造 在今年年初 美國軍事專家薩頓 通過開完商業衛星圖片就發現 建造了中國所有現役的核潛艇的 胡魯島造船廠正在擴建 薩頓發文認為 胡魯島造船廠擴建的原因 可能就是中國正在設法 增加核潛艇的產量 核潛艇是震國利器 一個國家核潛艇的多寡 在很大程度上就能決定一個國家 在核戰爭中疑似核反擊能力是怎樣 解放軍的核潛艇有多少 在2022年美國國防部發布的 《中國軍力報告》中 國大樓就認為中國海軍的攻擊核潛艇 只有兩艘093型以及四艘093A 加上來就是六艘核潛艇 而且這個數目中國海軍已經維持了好幾十年 因此有專家認為中國海軍現有的核潛艇數量 並不足以支撐中國海軍走向深藍 一般來說 一個美式的航母戰鬥群 會編入一到兩艘攻擊核潛艇 一個美式的兩棲打擊群 往往也會編入一艘核潛艇 而在蘇聯式的艦艇突擊群中 核潛艇也往往是火力投射的核心艦隻 一個艦艇突擊群 會編入至少兩艘的巡航導彈核潛艇 英國和法國的航母編隊 也會編入一到兩艘的核潛艇 其他航母國家不是不想為自己的航母編隊 編入核潛艇 而是沒有核潛艇可以編入的 而當下解放軍已經擁有兩艘現役航母 第三艘航母已經下水 三艘兩棲攻擊艦 八艘超過萬噸的大型驅逐艦 幾十艘各類型的護衛艦 可說解放軍的水面艦艇部隊 已經做好了走向深艦的物質準備 水下部分對於遠航 脫離本土反潛體系的航母艦隊而言 如果沒有足夠的攻擊核潛艇跟隨編隊出航 航母編隊在面對敵方核潛艇攻擊時 就會非常被動 只能依靠反潛機和艦載升立來執行反潛任務 一旦敵方的潛艇潛心足夠深時 很容易就能規避水面艦艇的反潛網絡 反潛體系的缺位 勢必會導致航母編隊的水下部分門戶打開 航母被偷襲的機率就會大大提升 也就是說中國海軍走向深艦的過程中 一定要擁有更多核潛艇 美國媒體《海軍新聞》曾預測到2030年 中國海軍將擁有76艘各型潛艇 包括核潛艇和常規動力潛艇 美國海軍協會更曾報道說 到2030年中國海軍擁有5艘航母 10艘彈道導彈核潛艇 以及18艘攻擊核潛艇 海軍協會和海軍新聞都是專業性比較強的海軍網站 因此兩者的推測可信度比較高 那麼2022年中國海軍只有6艘彈道導彈核潛艇 6艘攻擊核潛艇 而到了2030年的時候 就要有10艘彈道導彈核潛艇 以及18艘攻擊核潛艇 與中國海軍的巨大需求相比 湖駱島造船廠目前製造核潛艇的速度 還需要大大提升 董事長胡德芳說 湖駱島造船廠主要的瓶頸是在於大批量 產品生產價、技箭指標、質量、成本 交期的壓力進一步加劇 與此同時 傳統人工生產模式已經達到了上限的瓶頸 但實際上大部分的產品生產 仍然停留在過去主要依賴人工生產的模式 而且數據管理形式較為落後 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生產效率的大幅提升 因此渤海造船廠確立了智能製造目標 要逐步實現裝備批量建造週期縮減40% 智能技術覆蓋製造環節達到80% 按照美國媒體的估計 湖駱島造船廠至少需要在2023至2030年這8年中 交付4艘彈導彈核潛艇和12艘攻擊核潛艇 一年就要交付2艘以上的核潛艇 所以湖駱島造船廠目前正加緊擴建 這樣才可能在短時間內形成同時建造4至5艘核潛艇的產能 如果按照一般大約2年的建造週期推算 這意味著中國正在為每年建造2至3艘核潛艇做準備 中國海軍在經歷了防空驅逐艦、航空母艦的大發展之後 核潛艇必然是下一個大發展的主要目標 接著看看晟週15日的航天員計劃6月會返回地球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發布消息 說目前晟週15日航天員成組狀態良好 計劃在今年6月返回地面 消息指2023年是空間站應用和發展新階段開局之年 今年將會早建發射天週6日貨運飛船 晟週16日、晟週17日載人飛船 這是中國空間站全面建成 轉入應用和發展新階段後首批飛行任務 目前天週6日貨運飛船已經是完成了出廠有關的工作 運往文昌航天發射場 計劃在今年5月實施發射 而執行兩次載人飛行的航天員程組已經選定 正在展開任務訓練 中國也是全力推進載人月球探測任務 目前已經完成了載人月球探測關鍵技術公關 和方案深化論證 今年將會全面開展登月階段各項研製建設工作 接著看看事隔17日 中國又成功為埃及發射荷魯斯2號衛星 3月13日中國在走傳衛星發射中心 使用長征2號炳運載火箭 成功將荷魯斯2號遙錦衛星發射升空 衛星順利進入到預定的軌道發射任務獲得原本成功 今次發射是長征系列運載火箭第466次發射 這次發射的衛星實際上是為海外的客戶埃及發射的 外界就注意到這次任務距離今年2月24日 成功發射荷魯斯1號遙錦衛星只是17日 荷魯斯1號遙錦衛星是在埃及和中國的戰略合作下建造的 搭載了高分辨率的照相機 有助於分析埃及各地的農業土壤 最大限度提高農業生產力和產出效益 埃及和中國在太空和發射衛星領域有著重大合作 正在建立一個組裝、集成和測試衛星的中心 最後看一看北斗規模應用市場化、產業化、 國際化、發展加速推進 根據中國衛星導航系統管理辦公室消息 北斗3號全球衛星導航系統 自2020年建成開通以來 運行連續穩定可靠 持續提供功能強大的衛星導航服務、高精度、 短部門等特色服務能力已經是充分驗證 基於北斗高精度的車道級導航功能 已經在8個城市成功試點 並且逐步向全國普及 一個導航地圖調用的北斗衛星 每天的定位量是超過3億次 北斗在國內的導航地圖領域已經是實現了主導的地位 支持北斗短部門通訊功能的手機已經發佈 成為了全球首款直聯衛星的智能手機 北斗系統正是全力赴能各個行業 成為了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時空基石和重要引擎 大家好,石榴台已經簡化了訂閱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去訂閱石榴台會更加方便 我們也優化了視頻課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也可以看得流暢些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者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們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181-3890 或者用畫面上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 石榴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講的中國新聞時時分析 石榴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力步 去巴士力步的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榴台 希望你們也支持巴士力步訂閱石榴台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